亲身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 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 我是唐山市某县城关的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 2006年有缘遇到大法弟子幸运得法修炼 自修炼后受到大法恩师净化身体 不长时间从一个浑身是病的大药篓子 变成一个几年都不曾吃一片药的浑身有力气的健康人 大法的神奇在我的身上屡屡展示 单举一例 在2009年7月27日晚 我应朋友请求去承德办事 路经河北新农县境内 有个叫蘑菇域的地方 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左右了 这地方全是险峻的盘山道 路又弯又窄 路下又是悬崖峭壁 因为是办紧要的事 朋友心里着急 开车速度很快 天又黑 在一个急转弯处 方向打得急 刹车踩得死 造成车辆打航 使车急速滑向右边山崖 直冲山下 当车头掉下山崖边时 突然轿车乘45度角 俩后轮卡在路崖边停住了 这时我的朋友始终踩着刹车 这辆车就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 车中三人当时大脑一片空白 瞬间之后渐渐恢复思维 车灯直射下看见的是深深的谷底 极度的恐惧过后是强烈的求生欲望 可被困在车里一动也不敢动 大气都不敢出 好像呼吸重一点 车就得掉下山崖 因为当时的情景 车冲下来的惯例那么大 使车停住根本不可能的 任何假设都不能成立 因为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 知道这是大法师傅在救我们 当时我就说 咱们不要害怕 不会有事的 大家要冷静 不要乱动 我虽然这么说 也不知怎么办 坐在前面的不能下车 因为没有落脚的地方 后面的能下车 但又不敢下 怕后面一清出现不良后果 我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位上 三个人只有我 相对来讲 下车不会有太大的失衡 我轻轻打车门 用脚试探 寻找落脚地方 试了几次都踩空了 这时我真的感到了恐惧 后来不知整的 我踩到了能落脚的地方 由于天黑 我也不知道脚踩的地方 能不能承受住我的重量 当时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我抓住路牙壁上的杂草 就这样神奇般地爬到路上 望着深深的谷底 我的腿开始发抖 如果是白天 能够看得清的情况下 我是绝对不敢动的 我下车后赶紧联系救援 一个多小时后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 一看无冲下手 简直不敢相信此情此景 连连说 不可思议 真不可思议 然后又调来了工具和车辆 救援达三个小时后 车人安然无恙 在场围观人员无不惊叹 车上坐的都是些什么人物 这么命大 真乃神户也 朋友的家属到达现场 感慨地说 这是大法的师父救了你们 如果不是这样 你们就没命了 他们都戴着大法的护身符